掌声有请 马月战队 掌声有请 海洋战队 海洋 你这个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呢 先来介绍你的队员 我的队员是来自我们清华大学 七个学院从本科到研究生 不同学院的同学 而他们的表演经验 并不是特别的丰富 只是给陈奕迅 莫文蔚 还有荣祖儿改变过很多的歌曲 并且在他们的演唱会当中 担任很多的表演嘉宾 由我们的团长金涛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都是谁 OK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清华的 As Emotion人生乐团 然后我们的话 因为是一个无伴奏的和尚团 所以说我们完全是靠自己 就是人生来进行 整个的乐曲的一个编排的 我们就简约一点 我也不卖关子了 直接介绍 张志超 王俊尧 这两位是来自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的2017级和2018级 算是师姐弟 这两个人特别热爱表演 特别热爱音乐 而且他们俩还是老乡 张志超来自辽宁本溪 王俊尧是来自于辽宁安山 我 马越来自于辽宁葫芦岛 所以我们仨今天的组合就叫 辽宁铁三角 不对啊 人家更是一家子 但是今天我不参赛啊 对吧 那咱们就不能叫铁三角了 你们俩有组合名字没有 有 叫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组合 对 很符合北大的一个组合名 来到舞台上呢 都是这个深深学子 所以说今天我们用青春之歌 来向青春致敬 好 那虽然人家人少啊 浓缩的也是精华 所以最后一轮呢 可以说是团体作战 究竟谁先出战呢 灯光选择 马上来 三 二 一 停 我们看到这一回灯光选择 住手在了北京大学一方 所以最后一轮 首先出战的是 北京大学的青春之歌组合 青春之歌 今晚看我的 欢迎你们 首先从你们的词画啊 都能感受到 北大学子的一点风范 今天呢 你们来到这里 听说呢 选择了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呢 还是为了俊瑶 生命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人 而选择的 是 没错 是吗 是的 就是我的奶奶 为什么要选择哪首歌呢 因为在这首歌曲 《我爱你中国》 汪凤老师版本的呢 它是在2003年 2005年发行的 然后在2013年春晚的时候 她有唱过这首歌曲 然后当时我还在上大学 然后回家过年的时候呢 奶奶很喜欢看春晚 然后之后呢 她看了说 这个唱得真好 她不知道这老师叫什么 那个词啊 音乐她学不会 她就鼓掌 她就说 哎呀 唱得太好了 她说 那个你也学一学 跟着唱嘛 然后之后我就当时就是 我觉得 就是我奶奶这种情怀 很感人我 因为当时我还在上大学 我说我奶奶是从那个年代 一点点走过来的 所以说她的这个 她这个热情 她的这个心很感染我 所以我从小被奶奶带大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热爱祖国 从小就是她教育我 就是这样的方向 所以呢 今天我也是这首歌曲 也是想献给我的祖国 也是想献给我的奶奶 我听说奶奶今天还来到了北京 也来到了录制的现场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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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位呢 我们请奶奶上台来好不好 掌声有请 好帅的奶奶 您好 奶奶好 好帅啊 奶奶好 我听说奶奶这次来北京 其实是为了看病 腿有点不好了 对对对 那除了看病之外呢 还要完成一个心愿 对 我要想 和我淑女丫头 在天安门留个影 希望我这孙女丫头 那个越来越的什么 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好 因为他们的生活好了 对吗 对对对 在这样好的生活条件下 奶奶也开心 对对对 而且在天安门前留张颖 也是您那个年代 人们的梦想是吧 对对对 祝奶奶福寿绵长好吗 对对对 相信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今天呢 孙女就在这方舞台上 为您畅想您最喜爱的这首歌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我爱你中国 我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有一天这首歌会变老 就像老幼树梢的枝芽 可我还会一遍遍枯长 它如同我的生命 有些人会慢慢消失 有些情感会渐渐破碎 可你却总在我心中就像 无与伦比的太阳 我爱的终光 心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希望你把我记住 你流浪的孩子 无论在何时何地 我都想念着你 希望你能够知道 你对我的意义 无论在何时何地 你就像我的生命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心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心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国 亲爱的母亲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自豪 我发现《亲生之歌》的两位队友 你们的声线很惊艳 而且完全是一个反转 是的 是的 我当初以为是该张志超开口的 然后王俊瑶再开口 该你开口的张志超再开口 听了半天 我才发现俊瑶应该属于 我得问问专家 他属于一个第一 还是一个中营 来 思思 先来听听你的感受 非常的惊艳 确实没有想到 因为没想到 他们两个人的声线 如此地配合得天衣无缝 又如此地让我们感觉是 特点不一 女生非常的结实 而且富有磁性 非常有特质 我相信她的声音 独唱也会非常有特点 就唱过都过目不忘 过耳不忘 谢谢老师 男生我觉得 就是简直是 更让我挂不相看 所以我觉得今天 就是听到你们俩 演唱这首歌 其实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让我非常的赏心悦目 也非常的 谢谢思思老师 对你们将来的前景 充满着举往加油 非常好 谢谢思思老师 谢谢 来听一下 魏军栋老师的感受 的确挺好 因为我觉得这版的 《我爱你中国》挺别致 特别你们俩的声音 音乐剧的声音 就是很统一 而且还有特色 我感受的 就是像奶奶这样的一个心意 让你表达出来了 我觉得整个好 今年70周年 这样的日子里 我觉得唱这首歌 献给祖国挺好 祝福你们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一看 和你们同轮竞争的 清华大学的 S Emotion的精彩表现 来 再见 S Emotion 今晚看你到 欢迎你们 来自于清华大学 而且发现在这个团队当中 有一个面孔很熟悉 在2019年的元旦 曾经有一个快闪片段 是由清华大学创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 那这个快闪呢 叫我和我的祖国 其中呢 就有我旁边的这位小美女 伊曼的参与 我想问问伊曼 当时团队里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最开始的时候是 清华大学研究生会找到我 说要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说希望可以在学校的一个 大家特别熟悉的地点 在一个大家特别熟悉的时间点 然后让大家感受一次 清华学生爱国的热情 然后也希望是作为 送给祖国70周岁生日的一个礼物 你是当时的主角 因为我们都是通过屏幕 来感受当时的氛围 那你是当时的主角 你感受到的周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因为真实的是在下课时间点 所以很多当时录下来的 大家的反应 包括外国人老师 还有很多下课的同学 他们都是 真的是被我们当时震惊 会有点惊吓到 又觉得阵仗这么大 对 但是能感觉到 当时大家都拿出了手机在录 然后很多同学的脸上 还有老师的脸上 真的洋溢出了一种自豪感 还有一种特别亲切的归属感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真的在 我当然站在风口 穿的也很少 但是在那么冷的体感温度下 还是感觉心里非常火热 觉得清华人聚就是一团火 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那时候正是激情澎湃的时候 我们知道刚才介绍了 S Emotion 是一个来自清华大学 各个专业的非专业学生 组成的阿卡贝拉 也就是人声清唱的一个团体 那今天在你们的正式曲目 开始之前先给我们小秀一下好不好 谢谢大家 一会儿再次 一会儿再次 再次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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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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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事 刚才你们展现的是一个欧美风的歌曲 接下来 你们是不是在你们的挑战环节 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可不可能 在挑战环节我们会带来一首 真的和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 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作品 而且我保证在座的各位观众也好 评伟老师也好 同学们也好 一听到这首歌 马上就能跟着我们一起来唱 那是一首什么歌曲呢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来 掌声期待 来自清华大学的 林孟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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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向今天醉了中华儿女 一生生祝福送给你万事如意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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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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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咬着香 雪地过着蜜 这些满几香 酒杯盛满浮雨 红灯照照出 全家父母 红猪要啊要 要来好消息 轻轻向今天催掉中花儿雨 一生生祝福 送给你 万事如意 你说为什么想改编这首歌曲 是这样的 就是这首歌呢 是我们团队今年过年的时候 就想说能不能用阿卡贝拉的方式 就送大家一个新年祝福 然后想了一下呢 就觉得张爷老师的这首歌呢 一是旋律特别地动听 二是严肃老师写的这个歌词 非常的美 风里飘着香 雪里裹着蜜 我们觉得大家一致都觉得 这首歌非常好 我们就想把它来改编 做一个阿卡贝拉的一个演绎 然后呢 确实收到了很多同学们的支持和鼓励 就觉得我们这个歌 确实很有春节的感觉 对 你们可以改编这种民族唱法 比如说另外 题外话 比如说刘和刚老师的那首《父亲》 你们现场能唱几句吗 尝试一下 这是真的是即兴的题目啊 之前都没跟他们商量过 如果不能完成就跟我不能完成 没有关系的 哇 和刚 他们想和你合作一下 你可能跟很多的乐队都合作过 但是像这种人生阿卡贝拉乐队 我不知道是第几次 刘和刚老师 我请来了 需要和你们做什么样的配合 我们能不能先来试一下吧 就是我们先调试一下 行 可以 没有问题 应该调试一下 就唱副歌部分吧 因为这个非常难 对 副歌部分 因为他们没有这么熟 对 我的老父亲 我最疼爱的人 人间的甘甜有十分 你是长阳三分 这辈子 这辈子 这辈子做你的耳鱼 我没有做够 要求你要下辈子 然后再辈子 这辈子做你的耳鱼 我 这辈子做你的耳鱼 我 这辈子做你的耳鱼 我先让主唱来谈一下感受 三个词 波兰起伏 起伏叠当 荡人心肺 我再给你加一个词 天作之佛 好 谢谢刘和尚 虽然没有能力和机会上清华 但是今天跟清华的高才生 在这演绎了一首《我的父亲》 好感动 我在这里祝愿你们所有人的父亲 祝愿天下的父亲 永远幸福 健康 好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就期待 他们两组选手的最后成绩了 让我们有请两位明星领队 和北京大学的青春之歌组合 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最后一轮 我们的双方队长的60秒 倒计时拉票 首先我们有请北京大学的队长 马月 好 俊阳和俊超 都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的同一所学院 同一个专业 而且他们还是老乡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都是在大学毕业多年之后 再次重返舞台 那究竟因为什么 让他们再次重返舞台呢 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爱 有对音乐 对表演那份执着的爱 我相信刚才他们在舞台上唱出的 都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声音 好 刚才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俊阳跟我说 他这个人没什么特点 就是心大 是一个心大的女孩 要我说这就对了 学艺术的人就需要心大 因为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咱们这个梁红鞋三角 撇摆组合呀 给大家唱几句怎么样 好 好不好 好 三 二 一 我地下在东北 宗华江上啊 那里有满山遍野 大豆高粱啊 天上青山绿水旁 门前两颗大白羊 起着整地林巴苑 一间小草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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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 我们还以为东北大羊哥没扭呢 跟你说 如果他们有多余的 把时间让给你们 好吗 来 接下来来听一下 清华大学队长海洋 你的倒计时拉票 我觉得呢 大家看到这里边呢 票已经非常的不重要了 不论是今天 我们的北大的同学 还是刚才我们 As Emotion的同学 他们把两所学校 不同的特点给了大家 大家一定会记住 北大的同学 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想法 让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可能 但是我们清华的同学呢 一百个人 我们只有一个团队 今天让我感动的呢 也是刚刚 我们的美女同学 跟奶奶的一番对话 那最后呢 这一点时间 我们还有三十秒 刚才我们商量决定 把这首歌送给奶奶 希望奶奶永远年轻 这首歌叫 《挥着翅膀的女孩》 好 最后我们希望 无论是清华还是北大 我们都是一家人 希望你们来As Emotion 我们也经常到北大去赚着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最后这一幕 应该是最美好的 应该给一个满分 对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打专业分 好不好 专业得有高低 我们来看三位评审嘉宾 给出你们的分数 会是多少 首先呢 请三位评审嘉宾 为北京大学的 青春之歌打分 请亮分 为金栋老师 十分 陈思思 十分 刘和刚 十分 恭喜 大马冠 三十分 接下来 请为 清华大学的 As Emotion 打分 请亮分 刘和刚 十分 陈思思 十分 为金栋 十分 恭喜 相信我觉得 不仅仅是最后的那一幕 那一幕的温馨和美好 也是双方 这一轮的演唱的技巧 确实呢 也难让我们三位评审嘉宾呢 分出伯仲 这样吧 但是咱们得分出一个输赢啊 对啊 得有优先选择奖品的机会 来 考验两位队长 能力的时候到了 这事提前可没说啊 这事也是现场 我提前也不知道能打平啊 我们是一个公开 公平 公正的舞台 所以这一轮 队长 加赛一轮 好不好 加十赛 队长 各唱一小段 我知道这个难不倒你们二位 好吗 来 首先 由清华大学 队长 海洋 来秀一张 拿这个话筒 刚才他们唱《家在东北》 这首歌我还送给奶奶 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因为其他歌 我记不住词 我的家在东北 松花江上啊 那里有满山遍野 大度高粱啊 满山遍野 行啊 我用你了吧 这首歌 您也只能记住两句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还有一句呢 北大的姑娘妹 嫁给海洋爱 爱爱爱 这些是送过我媳妇的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是这样的 张磊我给你讲 北大清华当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 说北大的女生认为北大的一切都好 对吧 但是北大的女生最后更愿意嫁给 清华的男生 我老婆就是毕业于北大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北京大学队长马越的加世赛表现 这是我在学习音乐的时候唱的第一首歌 再为一点评价宾好好听一下 同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身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河 同比铁墙 抗日的烽火 燃烧在太行山上 好 谢谢 请三位点评嘉宾打分 三位点评嘉宾商量一下 然后给出一个分数就可以 好吗 刘思思来展示分数 好吗 来 三位点评 首先请为清华大学的队长海洋打分 九分 接下来请问北京大学的队长马越打分 加油 十分 恭喜在这一文当中的北京大学 以马越队长的加世赛成绩获胜